在演讲这一开始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或是说台湾的特色是人情味吗 从小到大 无论是我看报章杂志 新闻媒体 或是我身边的人给我的印象 都让我十分相信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件事情 也可以说从国小到国中 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但一直到我14岁那一年 它开始有了改变 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参加了一场 街头募发票活动 在活动之一开始 老师便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募满100张发票 才可以获得志工时数证明 对当时14岁的我而言 三个小时内募满100张发票这个任务 并不算太困难 因为在台湾 这个以人情味为文明的地方 路上随便抓都50个人起跳 所以我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但当我实际下去募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过去了 各位猜猜看我募到几张发票 六张 而且我敢发誓 在过程中我完全没有偷懒 我穿着一件最鲜艳的背心 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一个一个主动上前询问 但我最后得到的结果只有六张 尽管后来我们转往便利商店的门口 或是更多人潮聚集的地方还是一样 大多数的人不是宁可特意绕过我们 避开我们的视线 就是告诉我们 他身上完全没有任何一张发票 这个经验对当时的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震撼弹 也可以说 这是我第一次对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这件事情产生怀疑 而当我原先坚定的信念产生动摇 我开始看到许多 过去我不曾发现到的事情 像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台湾的特色是人情味 这句话从原本的称赞 变成一种我们所谓的反话 这讲到台湾负面部分的新闻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用这样子的留言 来去讽刺台湾人本身 那不仅如此 像是外籍工在台湾所遭遇到的歧视 或是台湾人对待弱势族群的冷漠等等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都不断不断的上演 到这里 我想再问一次大家 现在你们认为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吗 以前我总认为 只要我去多看资料 多去了解 我所产生的观点或是立场 就会趋近于我们所谓的客观甚至总理 但在这一次准备演讲的过程中 我发现到 或许当我们从最一开始搜寻资料的时候 就被自己的主观想法所控制了 也就是说 或许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 而是我们选择去相信的 我相信日常生活中 各位一定都有遇过类似的例子 当我们一直以来十分信任的人物 或是机构被爆出负面新闻时 为了说服别人或是说服自己 我们会选择去放大那些 和自己原先立场相近的报道 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像是当我选择相信 台湾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有人情味的国家时 我会聚焦在外籍工在台湾所遭遇到的歧视 或是台湾人贴的负面标签等等 但难道我所看到的资料真的代表全部吗 我真的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认为并没有 因为当我们从特定的观点 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往往已经在所搜寻到的资料里面 套上一层滤镜 它不仅会过滤掉和我们不同的观点与立场 最重要的是 它会让我们失去了解事情全貌的机会 像是当我只聚焦在 台湾没有什么人情味的相关资料时 我忽略的是 在外籍移工问题存在的同时 台湾也有一群人正致力于改善这个问题 像是长期关注东南亚移工议题的140组织 他们不仅注意到移工们遇到的困境 同时也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 去帮助他们学习有价值的知识或是技术 让他们未来回国后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改善生活 或者是台湾国际劳工组织 除了积极的倡议移工权益的相关政策外 也协助他们成立自治性组织 这里安静中心等 那不仅这个例子 我前面提到的募发票也是 当我今天以部分的人不愿意捐发票为理由 进一步提出台湾的人没什么人情味 这样子的结论时 事实上我已经有了不愿意捐发票的人 没有人情味的组件 而当我用这样子的组件框架在我所查询的资料里 我所看到的结果是台湾人对待街友的冷漠 或是对待乞讨者的偏见等 但再次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难道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全部吗 首先不愿意捐发票的人没有人情味 这样子的想法本身就失去了他的公正性 因为正如各位所知 慈善并不是一种义务 捐发票与否不应该成为一种评断标准 再来今天一个人不愿意捐发票 可能是因为他对目击者的动机 或是目的感到困惑 但日后他或许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 而这个无疑的也是一种人情味的展现 再来当我只聚焦在台湾没有人情味的相关资讯时 我忽略的是 在这个问题发生的同时 也有许多人正努力地改善相关状况 像是关注无家者 回缩者等相关议题的人身百味组织 他们不仅关注到贫穷这个议题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 也透过不同的计划或活动 让大家可以在过程中 找回帮助人的方法与力量 展现人情味 那这个是组织的部分 台湾也有一群人正在做类似的事情 根据2020年的亚洲公益指数报告 台湾不仅荣获最佳慈善国家 被列入Doing Will的高分领先族群中 个人小额捐款的比例 更占台湾NPO预算的43% 名列亚洲榜首 虽然说我们不能以这些数字 或是排名来代表一切 但我们仍可以透过这个客观的数据 去了解到 无论是组织或是个人 台湾的人情味始终存在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仔细去发现而已 因此一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在我学会去接纳 与我不同的观点之前 过去的我常常不自觉地 深陷在某些特定的想法里 进而影响我的判断或是结论 因此今天我演讲的目的 便是希望大家可以从 我看待人情味这件事情 观点上的转变 来去反思日常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也很常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 并做出调整 现在当看见一则新的资讯时 请尝试放下心中的成见 学会接纳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我们并不一定要全盘 接受不一样的立场 也不一定要因为新的资讯 而改变原有的想法 但至少别急着去否定 学会去倾听 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件 因为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看见更多样貌 唯有接受和原本的不一样 我们才能真的看见不一样 谢谢大家